大家好 我是北北新潮協會理事長吳俊彥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 其實應該算是還蠻特別的 就是有勒丁職人布施的產業仿雕運動 那這個運動我們大概做半年了 其實現在目前政府或者是當地的商家 都還沒有在推廣這個 有勒丁職人布施的這個概念 那也就是說其實從我們這個第一階段的這個 產業仿雕的一個階段性的 今天算是一個小型的一個成果發表的第一階段 那其實要陪伴一個空間或是一個產業轉型 它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那我們其實就從仿雕的同時也開始找尋 這些這個小型聖誕三者他們本身 在勇樂布施裡面的這樣子的一個優勢 那我們來協助跟這些小型聖誕者們 來進行一些溝通 那今天呢也很開心 我們特別就直接把勇樂布施的 這個三樓的自治會的會長 直接這個帶到現場來跟大家分享 他在這個勇樂布施這麼多年的這個時間 然後看到了大道成的這個發展的狀況 還有勇樂布施遇到的一些問題 跟接下來何去何從 那CASY呢他也是這個服務設計師 就是被我當初找進來一起來做這個產業房 這樣一個專案 那當然我們的希望是說 除了從這個服務設計面下 來去看這個勇樂布施 或是說裡面的這個定制財工資人 跟部業的這些小型生產者們 這些企業家 他們遇到的一些問題 除此從商業的這個角度去看之外呢 我也希望說發揮 因為我畢竟自己本身是一個社會運動工作者 所以我會希望說 從公共政策 從過去 累積在大道成這邊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 還有勇樂市場本身 也就是說 在這個固執的一個發展的過程裡面 工部門在裡面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希望就是 從頭到尾的來 好好地爬出清楚 那樂圍手上有拿到的那一本 它是我們第一階段的報告書 它是那個 有關於就是 服務設計流程的部分 那我今天 會在這個簡報裡面 再特別去提到說 我這半年跟著在做這個仿調的過程當中 我看到的一些公共政策面的一些問題 那 好 所以今天會跟大家聊什麼 就是關於我們幾個分享的人 然後這個計畫怎麼緣起的 然後關於大道成跟勇樂布施 然後還有開始行動 勇樂布施訪教運動 跟永續的社訊經營 然後最後會保留一些時間 來跟大家互動 來多做一些討論 那 這就是我們今天三位講者 我是吳俊彥 然後做會長跟那個佳欣 好 那北北新潮的任務是什麼 北北新潮的任務 現在目前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去協助新創設計團隊 跟傳統產業去激盪出火花 那講產業轉型 其實它是一個很巨大的議題 它也不是說 一個 一個年輕人很狂妄的 就跑來就說 好 我要幫你們做轉型 應該不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 會有北北新潮的誕生 其實這個跟反扶貌運動 非常有關係 2014年在反扶貌運動之後 其實我們就一直在討論 這個運動策略 就是說 那在反扶貌運動之後 我們應該還要再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這個反扶貌運動之前 就是其實本來在我們 暫民法院之前 其實有開很多產業的公聽會 那產業的公聽會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這個產業代表 那到底這個 其實有點像這一次牢基法的事情 我們會發現說政府其實 一直都沒有辦法提出很好的數據跟資料 來去做說 為什麼需要做這個政策的一個評估 那扶貌運動的那個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在這個公聽會召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到底這個自由貿易 不管你支持服貿或反對服貿 我相信會來這部的人 大多數應該都是反對服貿的 那但是不管你支持或是反對 他的那個 自由貿易簽下去有人得利 或有人受害 到底受害的產業是誰 我們在哪裡不知道 受害的程度是什麼 對勞工的衝擊的影響評估是什麼 那我們發現這一塊在政府在 不僅僅只是還有這個服貿的問題 因為我們那時候本來也有在講說 那不接服貿要前進PP 那在很多的自由貿易的這個情況底下 到底這個政府對產業 可能受到影響的這個掌握有多少 那他到底有沒有跟這些 這個產業有一個好的一個溝通 所以在反服貿運動結束之後 我們就組織了一幫年輕人 然後那個時候是由這個幾個青年團體 那我們就走到了這個新莊 去溫載均那邊的這個 無金金屬加工製品的這個工廠去進行訪談 然後我這邊呢 也有在大陸續這邊訪了 大概一百多家的美容煤髮的產業 然後去問他們就是關於 在因為當時服貿議題的時候 一直有被常常拿出來就是講 美容煤髮產業 如果通過了美容煤髮產業的這個 這些這些單位他們可能會受 衝擊到台灣很多的這種 這個台灣這種基層的勞動者 那我們就去訪談說 那到底這個政府 譬如說火冒簽下去 那美容煤髮產業在這個開放的項目裡面 那政府有沒有跟大家告知到 那當初其實我們也沒有說 就是我們對到底誰受到衝擊 並沒有很清楚 那我們就 我就跑到了這個永樂部市 然後就認識了周會長 本來是要問他說 那這個部業有沒有受到影響 那周會長就跟我提說 這個其實喔 這個 這個部業呢 就這麼多年來下來 它其實 大多數的人對於服貌這件事情 並沒有太放在心上 因為這個產業本身就已經有遇到 這個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它就有很 有這個很蠻劇烈的一個變遷 那但是他們也有提到說 就是永樂部市這邊 開始有一些 在思考 就是大造成現在的變化 剛剛有一位同仁有講到說 現在有非常多的國際觀光客去到那邊 那永樂部市在地的這個店家業者 他們也在思考說 那我們接下來的這個產業 要何去何從 所以我們就開啟了這個專案 這個是這個專案的一個元起 好 那我們的信念是什麼 其實就是希望說 那我們先預設 就是說在這個 通常小型的生產者 在自由貿易當中 他是最有可能受到衝擊 所以呢 尤其是在現在這種 這個店商 你其實 像我們在房調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遇到有店家在想說 過去可能那種尾牙表演 這個是很不好的文化 如果尾牙表演要去訂製 比如說表演服 或是COSPER的衣服 他們可能會到永樂部市那邊 然後去訂製衣服 但是現在有淘寶網 所以他們可以寧可去淘寶網 買兩件衣服 然後把他封 跑到永樂所 那你幫我聘成一件 都還比在永樂市場 直接聘製一件表演服 還要來的更便宜 那這個是不是他們的這個未來 現在還比較少再談 就是關於這種 電商這個淘寶網 那大家都可以在淘寶網 去買到你想要買的東西 那因為那邊的生產的那個價格 真的很便宜 那這個是不是未來是台灣 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除了淘寶網 這種東西之外呢 你現在如果要訂製 窗簾 你會特別想要去跑到永樂部市場 去訂製窗簾嗎 應該很可能第一個想到的 我會去IKEA 或者是去榮美窗簾 去訂製窗簾 那我們一開始也在想說 那是不是年輕人 可以去買衣服 都是去UNICLOT 去H&M 你不會特別跑去永樂市場 要去訂製一件 屬於你自己想要合身 和尺寸的一件衣服 那所以 這個是我們的信念 就是說我們希望去找找看 這些轉型生產者們 他們本身的優勢 有別於他們的優勢是什麼 那所以我們展開了 這個兩個計畫 我負責的是 大稻埕的永樂故事轉型 還有另外一組人 那叫謝伊婷 他是負責萬華區的 探翻經濟調查 那 那我就順著繼續講 那其實今天呢 會比較希望說 分享關於產業仿調的一些方法 跟經濟年輕 這個嘉興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群年輕人 跑到永樂故事裡面 因為其實地方需要蹲鐵 才能夠密切 這個是永樂故事 這個二樓裡面內部的狀況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自己感覺他很像 就是西門的那個 萬年大老人那種感覺 牢牢舊舊的 然後布全部都推倒走 在手廊上面 然後很擁擠 然後我進去會迷路 我進去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 才開始不迷路 就是我在裡面 對 就一直在瘋狂的迷路 然後要找會長 也找不到這樣子 然後走到三樓 那 二樓是這樣子啦 三樓 它二樓大概有 一百多家的布莎 那三樓大概有 七十幾家的這種 定製裁縫 裡面有七八家 是專門在定製 女裝的這種 呃 女裝實裝 以前可能逢年過節的時候 會定製 譬如說旗袍的 店家大概兩三家 然後定製西裝的 大概兩三家 然後專門在代工 幫忙在定製 這個架式部 然後窗頂等等的 大概十幾二十家 那它的組成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進去之後呢 我們剛開始都覺得 每一家都一樣 因為每一家 它的單位 就大概可能 兩三坪的空間 然後前面一台裁縫機 然後每一個人的招牌 只有店員部一樣 上面都是 這個代工 車靠客 然後這個架式部 什麼什麼什麼 看起來每一家都一樣 但是我們進去 蹲點蹲了半年之後 發現 每一家其實都不太一樣 甚至一家裡面 有兩三個師傅 他們可能 專場都 都真的都不太一樣 那 那 後來花了一些時間 才慢慢去了解到的事情 那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就覺得說 就是 過去 我們都一直在 真正在打擾 這個台灣的文化 就是說 用錯的一個方向 去做的包裝 用對的軟實力 才能夠強化台灣的樣貌 什麼意思 就是在 更前陣子 這個經濟部 就在推這個 肉肉肉 乳肉飯捷 但是後來就被人家 拿出來修理 就說人家都在 Big Data 我們還是在乳肉飯怎麼樣 但是 你知道像 泰國的這個餐廳 泰國他們這個 泰富做到全世界 市場在開美食餐廳 然後他們甚至跟 教育部合作 合作就是訓練廚師 然後把廚師 外派到世界各地的餐廳 甚至帶動他們自己 本國的出口 那為什麼 台灣沒有像這樣子的一個 有辦法去做到這種 全球性的這種 文化產業的東西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是 那他到底藏在台灣的哪一些地方 我覺得永樂有這樣的一個前例 這個是 那個 住左邊那一個人 是愛馬仕的這個 碼頭的包包 碼頭的包包 他們很有錢人 就是要開派對的時候 他們要有東西可以玩 所以這邊就做了一個 那個 愛馬仕的頭的一個 碼頭的包包 他是在那邊做一些公仔布的 像那個 熊上面那個 很醜的那個是熊站 那個熊站的娃娃其實也是在那邊做 我自己本身開設計工作室 那我那時候為了要找到 made in 台灣的東西很困難 我想要給台灣人多賺一點錢都不行 那 但是我後來發現 這個就是made in 台灣的 就藏在永樂故事裡面 那二樓呢 第二個是cosplay的衣服 裡面有很多cosplay的社群 他們在訂製衣服 除了自己他們喜歡手作之外 他們也會跑到永樂故事的山樓 然後去找這個一些專門在做cosplay衣服的 來跟他溝通說 啊那個衣服 哪個角色 哪個衣服應該要怎麼做 那第三個這個是 SD玩偶的公仔 SD玩偶公仔 我們後來就是去的時候 看他都沒有招牌 也都沒有展示他的SD玩偶 我們後來進去之後 跟他聊完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北部如果要訂製SD玩偶的衣服 有一些收藏家 他帶出他的SD玩偶會希望幫他的角色換衣服 那他要換衣服 這種很精細的小件的衣服 就要去那邊找他做 那這個東西呢 就也沒有被好好的被凸顯出來 蠻可惜的喔 大概都是社群 知道說 我要去永樂故事找 特別去找哪一家才知道 不然的話 你自己如果走去永樂故事 你看每家 其實都看起來都一樣 他也不會擺出來 你都不知道 那第四個像這個 他就是有一件叫做彩袖 然後他就是 在做這種電袖的這個部分 那像這個就是昂不貴 看得出來喔 昂不貴的一個包包 一個設計系的一個學生做的一個包包 他從他那邊做的 那像這個 我都覺得這個是 這個真的文化創意的 這個產業相關的東西 然後 那這個是一個阿密斯 然後他也是以前在做這個 架式部代工什麼的東西 那後來他在這一次的這個搬遷 這個整修的搬遷過程 他就把他這個自己 阿密斯的這個東西 吳妮莎媽他就把他的這個 他會做的這種原民的這個東西 融入到他的一個產品服務裡面 然後這一個呢 是周杰倫 周杰倫的衣服 他從 這個郭姐 他就常常被記者給採訪 報紙上就比較多看到 周杰倫他從出道到現在 所有的衣服都幾乎都是在這邊定制 那我覺得那個已經超越了一般服飾的定義 為什麼 因為他會去結合異樣的素材 他會去太原路 他會去哪裡去找五金 或者是塑管之類的這種材質 回來去思考說他的這種戲服 應該要怎麼樣的去弄成這種像盔甲一樣的這種裝飾 我覺得都已經有點是 已經是工藝的性質了 那或者是說像這個傳統的布袋戲 或者是這個歌仔戲 我們以前都以為是戲版 他們自己在定制 但後來發現說 很多的這個劇團 歌仔戲的布袋戲的衣服 其實都是在永樂布市的三樓去定制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中小企業他是本 那如何去強化台灣的一個在定制器 所以才展開了像這樣的一個行動 那我們接下來請 我的報告先第一階段先到這邊 那我們請周會長來跟我們聊一下大道成 跟有沒有補助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我想問一下 英文上講台語頭髮 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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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輕人把他搭下去 到現在已經過十一年了 應該現在已經要留年了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一堅收 所以大家一百塊錢 一百塊錢 所以我的年輕應該是會到四月 因為他又是馬上放電 所以回到馬上放電 跟馬上放電 你們都送一下 你們都送到黃陣發電 幸運 我也是醫師長 醫師長 醫師長不是誇後誇後的 所以我們有人要做 這樣才叫做 我們是執照公司結合的醫師長 我們應該很了解 是種組織 那個運作團長 我也要用來做 這個 我說一個news 小心你找我的時候 通常他們都做狗的 剛才說頭文要到米港的人 有什麼參與 這是郭奇亞的長頭 郭奇亞的人都在頭上是在這裡 頭文就要用出來 因為可能過去 現在年輕的經驗有年輕的時候 我十七歲 剛才回到剛才前 剛才有人說 這是做大的西洋公園 其實我出社會的時候 這個國家還是社會 他會說我家在做的兩個都在西洋公園 我十六歲出社會 郭總理也出社會 我單公辦就去 因為我去吃的頭路是自動控制 在林公七十幾年的時候自動控制 那時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聽 聽到自動控制就來 我那時候就自動控制 那時候我一年到家裡的 金額都說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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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我現在進行讓他們說到變四年 我想想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變四年 其實不是因為這個事業問題 還是說他以後會失去 你看 中國你把十一組成 他的委員會在第二位 所以這個問題是最古早的 因為你是怎麼會做出來 因為你穿衣服 你如果不穿衣服 你不是什麼 這是東北文化的愛良 所以說 是很古老的一個事業 他絕對不是最頭身瘦陷 這個問題怎麼會變 這麼快就變 這件武器 是因為 市場轉換相近 我們如果我們這個 做伴侶書來看來 將來 就是這個世代人 算等換相近 以前的行業 可以團成四五代 很正常 但是現在這個世代 你這四人都在換三人頭 這是 這是 民衛生和經驗 以前都可以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我們做伴侶 電子業在在 我特工廠的時候 電子業剛開始而已 那天吋286 就在那 剛開始而已 我用CNC的時代 是用一個磁帶 磁帶的時代 磁 炒磁 好像 錄音帶也不一樣 只是跑錄音帶 但是現在 電子業在台灣 也是四人說的 對啊 但是電子業剛開始的消息 不會啊 一直 一直生氣 那補的生氣 不一樣的生氣 總是有一些小的 他去生 身上一些問題 現在 你知道 新武町不知道 誰請 碰洗衣服 碰洗衣服 這些問題 雷鳳前一定有技術 可以一條線 用三一列印 幾乎 差不多三個小時 幾乎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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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其他的打工 他就一條線 半線 你說 要用四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 不可能 不管怎麼說 那是時間的問題 但是 我 背臺灣的生衣 我常常做 一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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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工 古早 做衣 你們這件衣 要 每個穿的 都是 那些人 那些時代 可能 我也去 那些人 那些人 他會這樣做兩次 那些人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現在在走的 都是品牌 嘛 品牌 由材料 開始變 變成這樣 變量式 變成這樣 變線條 加上 塞水 加上 配料 這種問題 隔壁人 到目前 有些資料 沒資料 才會記憶 跟你的三次座 未來 也是一種反省的 要 每次 你 完成 這個 換衣 那些時間 所以 這個行李 照你說 他不會消息 而且他現在 還存在 基本工資的問題 所有要做三個 你的地方一定要 你的基本工資 2萬5億 那些 你的收點 也好 喬貝人班 他就要照 中國 生意工業 生意的副修工業 甚至 原廟的生意 都會在三年 自己完全淘汰 因為 他優點沒辦法解決 優點沒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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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點 他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中國的投入管理 因為我是不覺得 中國 對我們 塞壓上對他們 非常威脅 他 我們是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學業是 頭一過 走到中國 破壞 我們 退後的時候 去中國 那些人 中國 電子 我們簽了 我們就已經 往後面去那邊 所以 有經驗 來看這件事情 但是 不敢走 走 各行各業 都不用怕 其實 未來要變成這樣 也沒有人知道 但是 不怕說 痛痛 痛痛 不需要自己 走自己 走怎麼走 打病總是要 這個 呃 因為 改革這個問題 所以 小心來 替我 其實我也是太不怕 好 你來算看看 哈哈 哈哈 就把他捏下來 齁 反正 他要在身上 我就會 那當然 這個過程 是 我不是只有 這六月的 團隊跟他人的 想法 還要做 我在 這個 外長裡面 也跟其他 的行業 很壯 以前 你看四大行業 齁 雖然 雖然 全國後都是 共同學 但是 外到七十歲 一世人 說過的 乔尉師父 這是 我家的行業 因為 不一樣的行業 有什麼 很大的時間 每一個雷雨的行業 裡面 他睡覺 他睡覺 跟他 都在他的問題 都在裡面 所以 捏起來的人 你說他 祖書嗎 應該是 但是 他也很執著 很執著 在他的 專業裡面 對人 客氣客氣了 不代表他 這人很慎重 這是 這是 這個 我家的 我是在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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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 對 電話給我 有看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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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不在 我做生意 做生意 其實就教大家 做生意總是兩年 和二三兩年 那我都賺的 那兩年叫做賣 做生意就賣賣 我可以賣賣 賣到賣中就賺了 這是生意 這個賺就是我在地產的地方 我會用很多包裝 很多理由 像科技 電主業的不是 蘋果如果要幫你換新電腦 有電腦就給你賣賣 手機給你打到這邊 打到那邊去出門 都會知道 所以生意沒有勃勃 在這裡會有什麼 什麼樣的感覺 大家如果有什麼疑問 我都會有錢 謝謝 謝謝 那 我們謝謝周會長跟我們分享 那我又 先回來 就是 因為我 不好意思 對 那 同化系統 沒有 好 那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要加薪 我是設計師 我的正職 我是 我現在是 我是本身有正職 那我是在做服務設計 那我的背景是工業設計 那我大概在那個電子產業做使用者經驗設計 大概快十年 那 所以其實 我會有 有進來就是這邊做這個 大家現在聽起來一定會覺得就是 就是 不知道我到底位置在哪裡 那 其實 其實這整個專案 這整件事情 我自己是 就是到現在是非常感謝 然後是自己覺得是 等於說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會 因為我自己其實對 社區設計 跟傳統創新 一直都會很有興趣 那 有一些也就是 莫名就是 小心他會覺得 我好像幫得上忙 所以就一起跑來做這件事 那 我也蠻奇怪的 因為我其實 登大奧晨來和 怎麼講 在這整個地區外說不定有淵遠 我不在那裡付身 然後我也沒有 就是 在那邊 基本上有開店 然後我開藝也講不好這樣 然後再考慮這樣 對 進去就好像一個 一個很奇怪的人一樣 好 那 但是我們就是還是有機會進去 然後就 給我們這個機會就是 亂坐一下這樣 好 那 所以接下來我大概會分享一下 我們這幾個月在永樂的學習 OK 那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這邊問一下大家這邊有進去過 永樂故事的人 有超過一半嗎 好像有也差不多 好 有進去過二樓跟三樓分得清楚的人 好 又少了一半 好 沒有關係 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進到永樂故事呢 應該是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我在公司裡面 在設計部門 那 我的主管他做設計 他要打壓 所以他就 我就幫他去永樂故事裡面 找部找材料 然後找師傅打壓 那 所以其實很多人一般人第一次去 其實就是有個東西想做 有個任務在身喔 我就是去那裡做 那 但是像剛剛小琴講的就是 當我們這些人進去的時候 一般人進去 我們在一間一間的店裡面看到 我們就覺得好酷 然後到我們覺得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是感覺 他好像是一個物理抗花的感覺 然後都大家會覺得很酷喔 但是其實你看不太懂 這樣 所以這個是大家的經驗 那到今年呢 我們其實有一個 就是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就是 揭開這個物這樣 那 我接下來也會分享就是 我在裡面所 用的方法 跟看到的事情 好 那我先就是播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好 我在這邊大概有四到五年的時間了 我們是在行 時間差不多八年 將近三十幾年 我都有四十年 二十七歲到現在五十二歲 蛮长的时间 我是在护士这边睡的步骤长大的 出社会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逃离这边 在人生开始走路安定的那边 前面两年就回到自己的家里 帽子 雨伞投装的装潢啊布置类的 我们现在在传统产业里面 建造的品牌都是我们的客户 同期的师兄弟 互相之间就是老师 客人就是我们的老师 父母亲让我们获得 除了是资源上面的承接之外 应该在做人上面 就是处理事情的风格上面 他会是我们的老师 这是一个美机很多代 很多既有的观念的地方 他算是个 算是人家说的夕阳公演 他给人的印象没那么深刻 有人连电梯都找不到了 怎么可能会少得来 毕竟电价太多了 密集都蛮高 每一家电影每一家电影的特色 不是那么明显 对年轻一代的人 会觉得这个东西好陌生哦 就是你要花他长时间 坐在这里去处理完一件案子 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比较不愿意去做那部分 大半程没有办法 因为获得我这边现在最年轻人是56岁了 其实如果要追一追感觉的话 会耐心吗 就是要看自己去长质量 然后不断地去死 死久了你就会融会关头 阿妈阿童我们全部结婚都这样做嘛 这个是坚持的延迟 我现在的期待是不要有工作做 这样好不要做得太多 把工作也太讲了 眼前的日子 眼前的事情 顾好就好 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大家都会有这样子 那做工的从业人口 现在也少了很多了 但问题是 那个需求那么少的时候 你要如何存在 就是要发想要符合时代的需求 接触到市场这边的公司 我们一定要把个人另一摆在最后面 我们这边是你做得好 客户注重找你 这个最重要 有时候不经历在电视上 就会看到我们的周期 这是很开心的一些事 我觉得通过艺序 通过人文 我觉得你可以让整个乡场的那个气息 更多文化的气息 更多人文的提示 上面有一个 让我知道他想要带我们到哪一个地方去 那我就一直思考 我可以这么做就对 如果连信息的人都可以来 投入我们这个行业 没有 我想要可以去 对 能做的话我会继续做 做这个行业应该要有态度的强化 就是第一个你要 要那个积极度一定要留着 第二个你的变化度 那个灵活度也要够 从这个就可以映照出我们这个行业 也可能你自己要如何去找寻下一个春天 好 那刚刚的影片呢 是就是我们其实是这一期 这几个月之后最后的一个产出基地 那就是我这边会想要开始提的东西是 就是因为我们提政治设计嘛 那我是就是设计师 然后在场也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同点 那不知道大家对设计在政治里面这个角色就是 是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虫怎么样 怎么看来说 比较小的方态说 我们有了设计之后呢 就是可能大家抗争的时候拿的东西都比较美 然后我们选举的时候网站都比较漂亮 那诸如此类的 那其实设计师是不是能够觉得设计师做过这件事情 在这几年就是也大家都开始变得好像就比较热心这样 那这一集是重要的 它是设计的美学的那一部分 那我今天比较想要 谈的东西是设计在解决问题的这个面向 那这边就是带一个就是基因博士他讲的这句话 非常喜欢这句 那其实在座各位会来今天会来听这个 还有大家可以整个大家想做一些关系的事 其实都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喜欢台湾这个地方 那我们希望它可以变得更好 我们想要就是帮助就是更多人 我们想要帮助一些就是可能需要扶持 或需要帮助的社区或是产业 那好 那我们就是他提的东西就是 我们要一直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为别人做什么事 那我这边想谈的东西是就是 当我们在思考帮助的时候 就是像这次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地区这个专案是永乐市场大道成 它是一个社区 那在社区转型这件事情 我们谈如果它要永续的话 那帮助是什么 就是是我到你家去跟你说 你那边发生了一些问题 我来帮你吗 就是大部分可能 比较开始是这样 就是我好像看到一些问题 然后其实我很乐视 那我想你帮忙 那帮忙这件事情是 到底是谁帮谁 那帮助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帮呢 那后来逐渐就是尝试跟思考的结果是 其实我们是认为 帮助这件事情和或是转型或是改变 它是要由在地人自己发起推动和扩散 就是你这个东西没有在他心里面就是 大家自己认为这个是需要做的东西的话 你再怎么去跟这些社区或是所谓的传产人说 欸我觉得我要救 其实这样是没有那么有趣的 它也许第二次或是几次可能会 好像有点效果 但是要有趣要长久 所以我们是要大家就是由内而外 自己发自内心想做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谈社区转型 那其实我们想要关注的东西是 就是变迁 变迁这个概念 不是心衰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异 就是心衰一件事情比较像是 我我们觉得过去有一个融化 过去大家过得很好 现在大家过得不好 或是现在状况变得不好 它就衰退 那我们想要回去过去的那个状态 对我们并不是这样想 我们是把变迁这件事情 就是现况当作是一个 变迁过去现在未来 它其中一个 那我们要思考的东西 不是回到以前的荣光 而是就是我们接下来想过什么日子 对是这个 比较像是这样的概念来做的 就是这样的心态 在之前这样的一个案子 好那接下来就是想谈的是 那设计是在就是 这么复杂的社会议题 在政治里面我们的角色可以是什么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 我们可以把东西变得比较好 比较好用 比较适合别人比较易读 这个都帅 大家做现在 大家都很习惯看一些懒人包 或者这些其实 它都是设计在帮你解决 可能很复杂 你看不懂的问题 那但是当在这么大的 比如社区这件事情 它其实又更复杂 全部更高 那我们其实带着那个心态是 其实跟大家一样就是 关心社会 我们就是一个关心社会的人 那我们认为 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是协作者 协作者就是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并不是说 我今天去然后我帮你改掉 这样 那比较像是 就是这个样子会比较像是 我觉得你今天 然后就像你想像你家 然后有一个人就走进来 我说你家有问题 我帮你改 这样 你家很丑 你家不好看 你家三八百一对 对 那我问你 你不会觉得你在干嘛 对 所以其实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 我们去协作 去协作 去试着把这些事推动 然后和大家一起做 那我们能做什么 就是在这整件事情里面 我们想要试着帮忙 明清就是一些经验脉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找到这个需求 就是我们比较擅长做的就是 就是找需求 好 那 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做呢 那 本来是要写方法都化掉 就是因为 我觉得其实 就是 整件事情 有这个做法也不是 真正的田野调查 对 我们也不是在真正做民谈 所以我觉得 我不想用方法那么准备 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做 好 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 就是 所谓的由内而外 由内而外 由内而外的意思呢 就是 我们到那个事情 发生的一个场地去 然后我们 请他们说故事 我们听 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个 我们不是去问他们说 你想要什么 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 对 我今天跟你说 欸那个 你跟我说你这个体质 你想要怎么样 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又跟我说 我想要做的舒服一点 或是我想要比较 我想要变白色的 就是这样 他就是 怎么讲 我们不去那个地方去问他说 你发生什么问题啊 你跟我讲你的需求啊 对 大部分的政策的执行 或是制定之前 发生的通常都是这样的事 对 我们想要问民众 就是 你想要什么 你跟我讲啊 对 就是有时候只剩你的其实想做事嘛 但是 如果你在很小的地方 像我刚刚说的 我问你 你现在这个 所做的体质 你想要怎么样就是更好 你都讲不出来的话 那在更大的事情上面 其实就更容易的讲清楚 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是 用听的 用整理的 然后 去到那个地方去 跟在那个 整个场面的意思就是 像我们就进到永乐故事 就是去听工作者 大家的故事 大家工作经验 大家历史脉络 我怎么想的 我觉得怎么样 他不会告诉你说 我需要一个什么 但是他会跟你说 那个客人很烦 就是类似这样 对 那第二个 协调共创的意思是 我们其实会运用一些工具 那 我们会希望 确实 让大家的想法外活化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 就是有想法 但是大家其实都很忙 每个人其实有自己不同的专业 尤其是在像 我们做社区转型设计 这类的 这类的案子里面 所牵扯 牵扯到的不同的背景的人 就是实在配合 那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 是有差的 其实有的时候 并不是 谁配合 或者是 怎么讲 谁没有讲出来 而是有的时候是一个断层 就是大家不对话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很习惯就是 就是过日子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 专心自己的事情 那 其实我们根本就是对切也不知道 那这个在政治里面 其实 算是一个还蛮明显的问题 比如我们部门 部门跟部门之间都不讲话 然后 问题发生之后发现 为什么民众会这样 我就不知道 对 这个是我自己 在政治工作里面的经验 就是我们其实平常有 之前有在带公务人员的工作方 然后中间又会发现这件事 所以其实大家不是需要说 有多大的想法 或是怎么样 有的时候只是差 就是没有坐下一起 好好聊一天 这样 那 刚刚 抱歉 那另外就是 不是只有整理资料 找大家来公庭会这样 就是我们其实很贪心 设计师还想要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最终的想法 就是目标 还是希望 我们可以把整理的这些东西 要有很清楚的目标 然后要可以落实 那 我们并不是要整整盘翻掉 或是怎么改掉这样 我们希望可以 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做 那因为它很清楚 所以做的时候 你就比较有机会就是 去试试看说这个有没有效 而不是就是好像 就是乱枪大脑 好像想到一个 就做一个这样子 这个是一些分享一些想 那在这个有乐部式转型的案子里面 我们想做什么 其实延续刚刚上一章的所提的 就是第一件是 我们希望把过去 现在未来的样貌 就是先理解 然后把它描护出来 那第二个是 我们想要找到真正的问题 和价值落差 就是为什么有人觉得生意不好 为什么他 就是为什么人不来 为什么我生意变得不好 这样 那在问题之后呢 我们希望可以提出的是 可以执行的目标 那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 是希望和在业人一起做的 那在后续或是在未来 也是希望是 让他们心里觉得 其实也许可以做做它 或者是也许我可以有一些想法 那可以开始想 那这样其实在他们心里 会这样破下一个种子 那有机会就是发扬的话 其实它可以带动就是整个社群 好 那这几个月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大概第一件事情 其实基本上就是先去敲一门楼 对 那这整个大家 永乐故事三楼定制的这个地方 大家都很忙 那为什么他迷你了 其实这件事 他又不认识你 对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去 都是在马海边 对 所以这件事也是花了一阵子 然后试着去 看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聊聊这样 那基本上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跟我们聊聊 我们就停 那做整理之后呢 我们会找大家一起来做下来 就是再继续探讨一些比较 就是比较 大家关注比较高的题 那接下来我们会收回来 就是做整个整理派表会 那这边大概有些事项 就是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其实花了大概三个月 三四个月 那总共访谈了大约二十五夹 那这个是大概七十多夹 所以大概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少不加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这次也有访谈大约七一位的使用者 那使用者的意思就是顾克兰 那对话跟探讨这边就是 刚刚讲的共创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 跟我们一起再深度的讨论这件事 那我们在访谈之后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一些基本的议题 一些比较明显的议题 那我们做了一次 像右边的这一个就是这个 那这是一个对话协调工作方 那他在也是用一个晚上 然后请大约二十个商家来这边就是现场 帮我们就是对于那些议题做更深度的讨论 那我们有非常非常多之后 议题跟想法之后 我们会做就是资料整理 然后我们归纳 接下来呢 我们就整理成 其实一个比较完整版的报告 那我们也在拍了刚刚的那个影片 那这个报告就是 大家各位手上拿到的是比较精简版的 那在背后有一个QR Code 他其实可以阅读到那个管子 如果大家之后有兴趣的话 好 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 就是我们三楼面临的几个问题 好那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刚提到说 我们要找学校的问题 那什么叫 我们要找到什么样对的问题 那我这样看这件事情 就是以前我们有一段就是 永乐非常 永乐故事非常 怎么讲荣耀非常 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时代 那一个好 我们称为如果把永乐故事 看成一个服务提供的话 那一个好的服务 他其实包含了 很有好的定制的需求 那就是需求是完整的 那技术是到位的 那还有经营的方式是完整的 那这三个加在一起呢 就是他可以造就 以前的那个服务的荣光 那他的意思是类似 就像是人们就有定制的需求 他去找这个师傅的时候 师傅能够就是做出他想要的东西 美感是当时流行的 那还有就是 大家可能当时是你去定制的时候 店家会奉茶 会聊天 对 他的那个活动在当时是很 就是合适的 那同时就是在入行这边就是会有年轻人 会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继续学习 然后他花比较长的时间就会待在那里 那还有当时可能成本的关系 或者是一些营运上的 比如说定制的流程 其实他是比较合理的成本 他如果花比较长的时间 人们也认为那个是 是一定要这样等待的 就是好东西要或时间等 好 那可能当时就是 大家也认为定制衣 或者是可能一年有几次 或是你结婚之后 或是你买可能新房子的时候 你要换窗帘 你要换床包 其实大家都会去 那他是一个口尾相传 对 你不用上网找 你一定就是问问就是 新闻朋友 大家就知道你去哪里做啊 那好 然后可能当时的政策 或是就是 是比较有扶持的 所以那个时候状态是这样 那后来变成 为什么变西洋产业呢 就是刚刚提到 我们不是说话西 就是不是要衰退 而是他有一些事情变了 那我们这边提的是 就是这样看 在当现在的在三楼的定制技术 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变的 其实他们自己变的东西 其实他们其实有在一直思考说 那如果现在大家都不做衣服的话 大家做什么 所以刚提到的cosplay 或是一些特殊的舞台定制 其实就是变成质量非常的精致 小量的变化的成果 但他变化比较慢一点 那还有就是我们定制技术 就是一直在这 那当这两个为什么离开了 他出现了几个缺口 那他的缺口呢 包括了就是 为什么需求被拉走 对 就是刚提的 嗯 现在你今天如果你想要买件衣服 你想要买个床单 你想要买个床帮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一定是 不一定每个想要不一样 但是不一定 应该很少是永乐市场 是吧 对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需求 他可能被拉走 那还有就是 以前会比较知道定制跟代工 他的差异在哪里 定制其实是从头到尾 你去那里做量身 那或是量你的房子 量你的床铺 他是量身定做的一个过程 那代工的部分 比较像是 我从头到尾一整天 工作者就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车口的东西 或是手工的东西 对 他比较代工比较像是这样 那这个事情在以前 分的比较清楚 但现在就是比较美 他的原因有很多啦 有可能是 可能大家 台面上讲代工 讲久了 大家就习惯了 这样 或是说 这件事 一直没有被彰显之类的 那再来就是 需求这些事情 人的需求 我也像 如果我今天要去定制 或是在座上面 想要去定制 就算有 你也觉得很难啦 有朋友跟我讲说 我其实很可能很想做 但是我光想 我就不知道怎么去 我怕我去的时候 会不会被人家 就 什么都不懂 就被人家骂 或是我不知道怎么找 我不知道怎么这样 之类的 好 那另外就是 讲的这边 这边的缺口 我有类似 学徒的部分 就是像以前 他可能 年轻人 他以前的师父 是在彩虹定制业师 他可能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要进去 像你可能15岁16岁 那他就去学 那可能 那时候一开始 可能跟着师父 你的薪资可能 只有几千块 或是有的是没有的 那他会花很多的时间 待在这边 然后变成出师 然后开一点这样子 但是现在的生活形态 年轻人尤其就在台北 就是要做这样 一模一样的事情 其实是有困难的 好 那另外就是 像类似 我们现在习惯是 我们夏天的东西 就要寄到完 皮子用6个小时就到了 对 所以 我们其实 认为一个成品 要制作出来 虽然我知道它手工 但是我是不是 能够像以前那样子 就是等个 10天半个月 对这件事情 它的那个观念 跟以前有差的 那再来就是 在现在生活中 就是 我们一直收到的讯息 行销的这块 政府或者是外面的一些工部门 怎么告诉我们 永乐故事它是什么样子 对 我们收到的可能是 它是故事喔 它是卖部的喔 它是可能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喔 就是类似这样的 那我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之后 就是慢慢的 我会不知道它跟别人 交易在哪里 好 那总归的 就是刚刚讲了那么多 我把它总结成三个 第一个缺口就是 基本上的需求 这样比价值看不见 它需求没有了 讲价值这件事情 那因为 怎么讲 商家就是在三楼的定制的职人 其实他们做的都是 刚刚看影片 年轻一点的可能比起年轻年 老一辈的可能已经有三四十年 所以那其实自己的荣誉感和高门槛技术 这件事情是被肯定 是自我肯定 大家其实都知道自己竞争优势在哪里 他们并不怕就是大量的潜力 那技术门槛也非常的高 但是为什么人都看不到呢 对 一般人其实说不清楚 我进去就只知道你们大家代工 就是这个状态 那其实在三楼的定制者 很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 他们并不甘于被称为代工人 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型 就是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 我就做啊 帮你做啊 可是现在其实对他们来说 这个技术跟这个做的方式 已经这样的深化 那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很比得上日本的手工级的 可是在台湾的状况下 大家就比较被称为代工 然后会觉得好像代工就有便宜 多做一样的事情 没有创意的这种奇怪的标签在身上 即使本质上是 那那个形象也是怪怪的 这样 那另外就是怎么样 需求降低 好 嗯 我们也不用说什么 懂不懂的定制的价值啦 基本上我们生活中 你能想到一个想要定制的东西 其实已经很少了 他可能 就是我们前几天在讲的时候 很有趣啊 就是有人在讲说 以前爸妈那代的时候 我们过年或是我们要谢谢人家 我们就送人家一块布 那你现在送人家一块布 了解你在干嘛 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 那一个变化啊 对 他不是说那个布或是定制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他那个 我们的生活形态呢 跟现在过的日子呢 你用这种方式造影前模一样做 可能已经行不通不太一样 所以嗯 他有点像在生活中不见了 那这东西要怎么放的啦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蛮有趣可以思考的 对 那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 好 第二个是传达的问题 就是刚提的 其实在我们进去永乐做这件事之前 我们其实三楼跟一楼也分不清楚 大家就觉得他们都一样 那其实 刚刚这样大家听到现在 永乐公司三楼其实 他就是一个专业的定制制度 就他并不是护士 他也不是什么百货公司之类的 对 他每一家如果都做不一样的话 他其实是有差异性的 对 那但是因为他的服务定位 就比较像是商场 对 那商场百货公司是什么 商场百货公司就是大家都要一样 要好挂 然后要好找 招牌不可以就是奇奇怪怪 对 那但是如果在这种方式做的话 我们其实一直在做 为永乐做的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在修缮他的空间 我们帮他们做一模一样的招牌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同时的 就对杀他们自己 每一家自己有不一样的 的这种价值 OK 那第三个 提的是搭不上线 那讲内外跟古今 内外是什么呢 另外就是永乐内部跟外部啦 那这边就是可能大家 如果没有在永乐的市场 或是大楼前 住点或是不是在那里开店的话 可能就比较不清楚 但是大家应该比较清楚的是 大大城现在其实外围还蛮热的 就是有那种文庄发展啦 光光啦 可是永乐故事里面 比较像是一个自己很满独立的 一个经济圈 对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其实从刚刚到现在就是很明显 因为如果文庄就是观光来说 零售业应该就是一个 比较符合的 对 你如果卖东西的话 只要有人来 他都有机会买 可是定制不太一样啦 你不会因为今天去逛一下 你就帮我来换换衣服吧 对 所以就是他其实做的方向是这样 这样运作的方向就是慢慢的 就渐行渐远 差蛮多的 好 那古今是什么 就是刚刚提的 年轻人现在如果要 靠平衡的方法入行 现在十六十七岁的小朋友 怎么有办法就是不拿钱 或是拿几千块在那里学 然后他要在大台北住房子 对 这件事其实跟以前的状态差很多 那他是不是怎么样 那前一天分享说 我们就有 我们提了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思考方向 就是以前的是年轻人 大家就说你又去学 可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忙 那 现在比较有闲的 其实搞不好是退休的人 对 或者是那如果那个时候 他再进去 真的是这个思考方向 不见得知对的 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他 可能三四十岁 有所谓的第二村屋子 其实搞不好比以前 会更有办法做起来 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这就是 这三个就是 到这边就是 我大概分享我们 这几个月在永乐的获得 那等到之后 如果到了什么问题的话 都会可以再继续提供 好 那我这边就是 教你信息一下 好 好 谢谢交情 然后 所以 北北新潮今天还是想要从这个 公共政策的部分来去看 为什么 因为 游乐市场 它其实在 大概盖起来 这栋房子大概三十几年 一楼它现在是国菜市场 二楼是布是大概一百家 三楼的话 大概刚刚我们讲到六七十家 那里面 有布商 然后也有这个 低制裁缝的 然后各有专精的 专门做时装 专门做西装的 那 它不仅仅是这个 全台湾最大的布施居落 三楼它还是裁缝定制职能 最大的均落 那理论上来讲 它应该是一个 蛮特别的一个资产 这样的一个资产 存在大稻埕里面 那 在整个 大稻埕的一个发展 这个 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 这个是硬件建设的 这个建设费用 从2001年到 2017年 可以拉出来的 大概已经花了 2亿多 2亿4千多万 就在做它的整体的 一个议题上的一些装修 那这个还是调得到的资料 我一直想要去调 软体的资料 调得到 那一般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 常常去听一些 比如说像 保障棉 或者说像蚕竹村 一般社区种植 他们其实也都会去 做一些 他们去做仿调的一些分享 但是他们会 比较少去看 就是说 那到底这个区域 这个产业里面 过去已经有多少人 做了哪些事情 那到底政府在这个当中 扮演的位置是什么 这个部分是很难去有结果的 为什么 因为通常他就是 写了一个专案之后 就申请了補助预算 然后就来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那社区总体 你知道在过去 在伊登威这个执政时期的时候 在推 那他们到现在社区总体 你知道发展到今天 大概是 会产出多了这个影像的部分 就是类似比如说鼓励当地的居民 拍成纪录片 或是什么样 然后以这种讲座 分享会的一个形式 来去做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的资源 一直都很丰沛 关于鼓励这种 在地的这种社区的终极营造 这部分是非常鼓励的 那在座应该有做设计的 对不对 其实应该会发现说 这些应急的装修 其实当然是由它的 必要性存在 待会 因为像那个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 大道成那边 1980年代大道成那边 道路这边做一些拓款 那快到2000年的时候 其实在迪化街这边 如果各位有去看 你会发现 就是迪化街它是一个单程道 然后 游乐市场还有它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前面的广场 是唯一能够办活动的地方 所以它其实那个广场 是大道成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 但是会聚到这边的这几年 多了很多的国际观光客到那边 但那些观光客来到这边 不会进去到这边 游乐市场里面 所以刚刚一直在讲的就是说 里面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是不太一样 甚至是说里面的一些店家 有访问到 他都会觉得说 那个观光客很烦 跑来就对手拍照 我又不是佛子 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吸引过来 倒影进去的观光客 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定制的需求 或有埋步的一个需求 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 反而干扰到在地的职人 在运作 就是有听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在座我刚刚讲说 有做设计的事情 你会发现说 是不是有一些 真的应急的预算 可能你在真的当中 或一些出来去做软体 好像就可以把 就是如果你有些品牌的概念 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不管是在活动上面 广告预算上 或者说在整理的形象上面 好像你就可以让它 就是变得很好 那这个是这个应急的部分 或者是应急的部分 那像这个左边 是过去的游乐市场的墙面 然后右边这个呢 是改建后的游乐市场的墙面 我是不知道差在哪里啊 但是反正就花了几百万 然后就改建了一个 这个新的一个墙面 就说几千万是不是 对了几千万喔 几千万 那改建了一个几千万的一个墙面 就是不知道 就不知道在干嘛 那我们再回头去看 这个前面齁 就是发现 它几乎每一年 就是都有重新再用这个 变线的装修 空调的装修 然后整件 每一年每一年就这样子弄 弄了这个凉利多 蛮多预算的 那我讲一下整个大稻埕相关的记录 我刚刚有讲说 就是那时候大概 大稻埕分了两派 一派就觉得说道路不要拓坏 那最后一派觉得说 那边的武器封号 应该要保留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西区 其实一直是也希望说 整个商业中心都移去了东区 那我西区的部分 我是不是也要开始做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改建 想办法重返大稻埕的荣耀 因为在这个二战之后 像纺织业大好的时候 那二战在四平工业 跟纺织业是台湾战后 最先被扶植的两核心工业 那最好的时候也带动我们的出头 这样子当然都是跟纺织有关 但是后来纺织的部分 我们已经现在 虽然台湾现在纺织还是非常有益 关于这种机能性的布料 比如说像这种潜水衣有六成 就是可能是台湾这边出去的 那消防衣有一半也都是台湾这边出去的 或者是这种机能性的布料 什么这个西施啊台湾啊 台湾都非常有益 但是像这样的布料 我们在做的都是技术外共创新 也就是品牌要什么系数 我们开什么系数的规格产品给他们 这种布基本上是不太会去流通到一般的市面 一般的人大概也不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某样板技能性布料的需求 可能比较少一些 那所以整个布市 就是它的很多的布的商家就一架一架少 三楼有很多定制裁缝的进去 那这个是三楼的状态 那我要讲的是说 很多人都觉得说 那这些商家你自己要想办法去创新啊 对不对 你这个自己 你自己资本要想办法去创新啊 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 今天要去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政府是这些传统产业消失的防修 什么意思 其实从2000年开始 这个当时 这个有定的这个 变得台北市大道区大道城 这个大道城历史风貌特地专用区的主要计划案 就是从那个道路不拓款 伊华街前面那边 然后把他们提供了很多的预算 去把当时的这个古蹟风貌 要把这些房子给保留下来 那也提供了一些修建改建的一些备用 当然大道城 站在蚊子保存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这些古蹟绝会被留下来 那它已经是少数 算是保存比较完整 因为我们台湾的蚊子都是单点式的保存 并不是整条线或是整个面的保存 那大道城已经相对来讲 保存得非常完整 全台湾里就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有这个专用的一个特别的区域 那在之后有相关的一些计划 就是像这个西部计划 也是央山东街区 然后到2009年的这个台北市文创群聚推动计划 它就要开发台北市的文创双表地盖 它就是聚接到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电影好几个店都正在盖 或者是像到南港那边也有一个这个电影的 以推动电影作为一个据点的 那跟大道城也都有相关 它就是把一些点 还有像中山那边那一带 这个文创的这个双L地带 然后再来有相关的一些计划 像2009年房河北路后来开通了之后 它那边也有一个快速道路 那那个近年大家才开始反思 这个居民跟淡水河的这种清水性 因为了那种版河北路快速道路而组绝 所以他们就另外提出了这种空中花园的长廊 希望可以这个让人民可以透过那个空中长廊 比较近的来碰到淡水河 然后跟这个渡市再生的计划URS 各位如果去大道城会发现 它当初其实做这个URS计划 它其实就是希望说渡市再生的前进 基地它不是为了度根 它这个地方是希望说能够 比如说弄一些空间出来 让一些年轻团队进驻之后 可以来让他们去协助一些地方的产业进行转型 或者是回馈一些社区做一些工作 那只是说这个URS计划 目前这个我知道蛮多的点 后来也没有办法继续去好好的生存在 透过这个URS计划再大道城 然后真的能够去很专心的 来去做一些产业创新的一些仿调或者是协助 至少我目前为止看到的是说好像能够去 很多人他进去了之后像我认识其中一间叫做盗社的 那夜守恳他也在这个URS计划里面 可是他就面临到就是 他有思想的一个计划是关于这个任行道 大潮口那边的任行道 是不是能够让那边的一个地下道 可以有在地的这种历史风貌的一个呈现 让那边的人经过出去的时候可以想 但是他更多时候必须要去思考他经营上的困难 那这个洞性计划的执行上好不好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大家来去思考 然后再来下来比如说2013年的这个国际光点的这个计划 然后再到这个大洞区万华地区的这个整体公共环境改善计划 到大稻城创意生活产业发展计划 导入新创产业引导游客进入大稻城 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一直在讲说大稻城有几大产业啊 物业啊 那个物业嘛 然后中药 南北货 然后还有这个制查业 那我们一直都不断的把这个当作是大稻城已经围绕了在地的产业 可是我们会发现相关的一些计划丢出来 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必要 可是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一些累积的计划 累积的资源啊 其实都是不断的让带动的整体的硬体啊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文化活动啊 都是走向文创盆观光的一个方向 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就在地的产业来说 他们是不是有在这些计划当中 反而被受到排挤 我觉得这个可以被好好去拿出来再调论根据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最近因为很多的国际观光客户 我自己也住在大稻城里面 那我非常支持他的这个人行道的一个徒步区 他人家六日都会实施这个人行道的徒步区 那路风起来很漂亮 然后你可以走在路中间去看左右两边的老房子 但是也有在地的一些店家 他就在抱怨就说 那我是在地的这个中药 我的客人我要上下货 我要送满美货 我客人要进来 他车子不知道停哪 他要走进来 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进来 他干脆就不进来 那像这样子的这个中间 是不是说有一些一次两次的这种 有没有人在更积极的去跟在地的社区的区域去连续构次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够 那这个是永乐市场相关的一些计划 那这个也是这个全台湾几次都适用的传统市场的计划 目前对于针对传统市场的部分 因为因应这个新的形态的商圈 然后可能比如说像加热福啊 大陆发生的大型的这种上场出来 很多传统市场 他也面临到了一些问题 那在2019年到2011年这两年的时间 全国就大概执行了大概488件 这种公有传统零售 那大概是针对卫生整体名 整结名量的部分去进行一些改善的计划 这是这个2009年到2011年的这两个计划 然后再进一步呢 到2011到2015年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就是要进一步的 要把这个菜市场 传统市场 要再把它去做一些软体上的设计 比如说电子一化 帮它做社群 甚至为它们设计logo 有的没有的 就是要让它的市场的这种 除了硬体上的整结名量之外 他开始要进一步的 去帮忙导入一些管理系统的部分 然后在现在开始的 在讨的一个计划是在做什么 其实就是有点像有一些市场 他们其实后来经营都 还蛮不错的嘛 就是这场被拿出来讲 像什么市中市场这种 那他们就是希望说 再把市集市场这个部分 再进一步的来去区分成观光市集 社区市集 创意市集 或者是绿色市集 等等细分下来的一些市集 然后开始去加入 网络或社区网站等等 那这个是永乐市场相关的一些计划 好 那这个光应急建设 这两年就大概花了30亿左右 去过全台湾的传统市场去做改建 那热博菜市这个竞争力的这个计划 大概是一亿多快两亿 然后永乐市场还可以评选为这个 少29家的优良的这个菜市场的系统之一 然后在现在开始在做的是品牌的这个市集的部分 那这个呢 各位不知道前日子有没有看到新闻 这个是这个观传局推的一个活动 他就是一上车就经验率17变身 就成观光公车 代理科工观万华大道成分别力 他就把部业或者是中药南北或者一些装置艺术 就挪上去到这个公车上面 来去做一个展示 那突然没有事件解答 那我们就要问说 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谈这个大道成这边 有这些让我们以为要的这些产业 但是对这些产业的发展上面 究竟有没有帮助 就是说我们要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产业 都把它观光化 对这个产业来讲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当一个产业 没有办法在它的技术上 或在它的品牌上进行创新 找到新的服务跟产品 那只要一开始往观光化去思考 那是最便宜的一个转型的方式 是一个最便宜最表面的这种创新 那我们却花了非常多的资源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现况 现况的组织网络 我们刚去盘点了很多它的公共政策 还有这个 刚刚还漏掉鱼了 是说那到底有没有针对传统产业 在做这种技术传承创新的这种计划 有 曾经有一个计划叫做明思高度计划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查查看 它也是花了大概好几亿的这个价钱 去做了这个明思高度计划 最后他们自己承认这个计划失败了 因为他们并没有找到 他们并没有先真的了解那些产业 就好像我们过去产生商思考说 那年轻人都不入行 是为什么 你依捡十三年六个月出师 那现在台北房租这么贵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一个月零六千块去学 那对店家来讲我也没有诱因 我教你一年你就出塞了 你出塞之后在我旁边开 你就变有竞争对手了 那我干嘛叫你 那甚至是你做坏的成本还要我失手 那我们那个一见就是多少成本 我帮你教会了你又变有竞争对手 我夾霸球也会去教你就是这样 后来那个明思高度计划 第一名的就是有去报申请的 是什么 是美容美甲 因为大家都很 这几年多年轻人创业 会去做这种美容美甲 再来就是木工 因为这几年大家都很强调这个手工 自己敲敲的东西 所以用木工去申请 那这是为什么 就是说你没有真 你这种丢出一个很大的计划 然后来去讲说 我们先来帮忙传工产业 但是这些传工产业它要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昨天我们也办一场这个对话 就觉得很好玩 就有人说 也许他提出一个疑问 那这个目前我没有答 他说也许我们一直在思考 年轻人怎么让他路航这件事情 思考上这个命题就应该被打破 他的意思是说 有没有可能 就是他去提了一个案子 比如说 你讲字典好了 以前市长讲的会送字典 可是现在年轻人都是在固购 就直接在固购上面 我们是不是要因为年轻人都不去找 不去翻字典 所以我们就要求年轻人都去拿字典 他的意思是说技术都已经不断的在创新 是不是有一些更新的东西 有些东西该过去让他过去用其他的方式去保重 而不是我们要鼓励 年轻人想办法回去继续使用用字典 也许 有些人他到四五十岁 才开始培养手做定制的这个部分 那是不是从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是最适合进来去接续这个产业的人 这些人在哪 但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密集 蛮好玩 昨天的一个分享 那我要再谈的就是说 那现况到底这个政府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是我不观察到的 然后我也实际有跟他们接触之后 我发现一个台湾现在很大的问题 这个不仅仅是永乐故事遇到的问题 刚刚讲这个二楼一百家 他们自己有一个商家的自治会 那像周会长他是三楼的商家的一个自治会 那过去呢 这个同一层楼的布店 才能地资店 就会跟会长的互动 然后会长呢 他可能今天会跟这些局处里面有一些接触 因为各局处他们其实都有一些 帮忙协帮活动的一些我们讲支援 可以来协助 这个作为这个商圈商会的一些发展 那但是在过去 其实在地区在地的商家 比如说大道成其他也很积极在做社区活动 半市集的这些在地的商家 他们是不会进入到永乐故事的一个发展 一个讨论的 但是永乐故事我刚刚有讲 永乐故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的位置 那很多人就会来到广场 广场在那边去做 你会想上车的时候 你就会走进去到游乐市场 你没事你就可能进去会逛出去 所以这么重要的位置 你不可能就是 外面在发展大道成的同时 我都一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在地的商家是不会 没有办法进去的 那在地的军事也没有办法进去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像会长他就觉得说 三楼必须要改头换面 那大家就所有的店家搬到四楼去 三楼就做一个改建 那二楼呢 他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我不要跟着改建 我不想要换新的 这样子我要搬搬来搬去很麻烦 二楼就有 對搬迁就有点反弹 那三楼如果现在搬回来 他不搬回来 搬回来之后四楼有新的 营业体进去经营之后 二楼也会要搬迁就很困难 可是他三十几年的 很老旧 地板 天蛙板 或者是管线都非常的老旧 那万一有一天很不想 很不幸的 尤其就那么多部 很不幸的 他万一发生了火灾怎么办 所以当地的里长跟居民 他就很紧张 可是 这个行政系统里面 里长是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地方 即便我这个里面有一个传统市场 那这个传统市场 应该跟我这个里长 有过里面是非常有相关的 但是市场是市场处在管理的 所以 他今天的这个 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都是市场处 所以只要今天市场处 它是一个比较满盘 比较一个被动的一个 不太想管事的一个状态 那就什么东西都动不起来 那市场处它本身 在里面运作的这个身份上 可能是 比如说 大的 人气机坏掉 要买新的我可以买 但是小的 要什么干嘛 可能就是 会长这商家支持 为他们自己去除名 小心的维修 修商 或干嘛 那 所以对于市场处来讲 他就有点像一个 房东的一个角色 那有谁可能 会跟商家 商圈这样子的一个 产业俱乐的发展有相关 比如说像 路根柱啊 的金银科 他们基于社区 中的营造的那个概念 去看社区发展的 他们就可能跟这个有关 不过他们也承认就是 过去 永乐市场 他们也不知道永乐市场有没有改变 所以永乐市场一直都没有在他们的 改善的这个计划的 的想象里面 那 官传局会不会有关 会啊 因为基于推广观光的部分 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观光 往上的支援 来去不断的讲 欸这边是故事 这边是什么 那文化局啊 或是商业处 这些其实都会有关 但是喔 我后来发现有没有好玩的事情 就是 我问说 那硬体我尽量去挖 挖的已经很辛苦了 过去到底办过哪些活动跟软体 就是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吸 这个应该 这几年我们都在谈 政府要开放资料 那这个东西应该要有吧 至少我以为应该要有 但是他们没有 甚至是说 故处局处 他们彼此不见得知道 我隐隐约约知道 那个局处好像有補助了一些东西 就办了什么活动 補助多少钱我都知道 那这个资料是不了充的 也就是各干各 各不复各 那我取个例子喔 比如说 最近 北街办了一个app 是导览的app 然后南街也用了一个 导览的app 那这两个都是导览的app 可是 可是 反正就分了两边 就是做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当初没有办法提到一个整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 一些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 但这会造成什么事情 就比如说 我们刚认识会长的时候 我就跟会长讲说 欸 那那时候对永乐都还不是很了解 我想说 欸 那我们要做一个班程的特务 不然我来 永乐故事这么容易迷路 不然我来讲桌米厂 桌米厂的活动 类似像这样 常寻宝 寻宝的活动来吸引人 后来没有办 后来就是发现说 有店家就说 我在服务的那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的价值就产生 就是我不是有实体商品 我的实体商品就是我的技术 我在帮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价值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所以定制裁缝它的生态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办一个次级的话 它没有东西可以卖 它没有实体的商品来卖 因为它卖的东西就是它的服务 它的那个裁缝跟定制的那个技术 那我们就想说 那不行 这个一定要每一家每一家都很细的去讨论 后来就是在访问完之后 发现说 好几年前就办过一个类似 寻宝的活动 那这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今天商家或商家自治会 或者是市场住 就是有相关的政府单位 它如果没有保存这个地方 过去曾经办过的每一场活动 我们很有可能换一批新的年轻人 设计公司公安公司接了政府的标案之后 来到这边办了一模一样的活动 可是其实过去就已经宣告了此外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办法被累积下来 都已经办了 它这个就是说 你要创新就是累积的资讯 多段的都被累积下来 重新重组做分析 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去做创新吧 好 那我们希望北北新潮回过头来去讲说 那北北新潮希望怎么做 我们希望过去其实都没有NGO的这个角色 在这样子的一个网络里面 我们希望有一个社区的一个创新中心 它是一个社群上的一个概念 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概念 它希望能够去做到的事情是说 就好像我们前面已经邀请了一些商家的店家 来跟着我们去做这个对华的一个工作法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社区的创新中心 它能够把像这样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能够累积下来 那甚至是开放让在你的商家跟在你的居民 有多一些对永恶故事的想法 一些讨论 然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继一步的 到第二阶段就是希望最后能够推动到看 这些故处之间的像这样的一个资讯是能不能够流通的 至少现阶段是没有 他们各组各的也不想管对吧 大概状况是这样子 那这个概念是来自于哪里 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于 就是你们有兴趣被看上下游的一篇报道 它是在讲宫崎县政府 宫崎县政府他们成立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基金会 那这个官方基金会要帮助当地的小食生产者 所以呢 它就成立了一个食物银行 提供在地的小食生产者 能够有一些这种食品添加的实验 协助你辅导符合法规 它也提供一段这个可能免费的融资 或者是这个品牌社群上的一些意见 那你要用后面的service 它可以这个使用者付费 但前面它是有一个官方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目前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能没有 所以我们希望说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网络 它应该要被进一步的被打造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至少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跟这个政府的一些单位在接触上面 他们也觉得还蛮神奇的 因为过去没有NGU这个角色 在特别在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是公共政策的部分 那我们后面有准备了几个题目啦 就是说希望这个会长还有Casey 然后也能够先针对我们四个节目 比较仔细的部分 来再发表一些看法之后 来就让大家来进行设计这样子 第一个是那有没有市场就目前为止 你觉得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先请会长 财业真空话 会让很多人带来很荒 那我们在 就是 中部的里面 现在 我是终身带的嘛 50几岁才是终身带的 最年轻的30几岁 大概都是自己家的小孩 因为 因为业内有说嘛 那 好赚让他自己赚 对不对 过去有累积啊 所以 在里面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有很多事 在往后飞鱼以后 滑跃下去了 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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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个三颗的来到这个抗扎 其实他有什么外拳 他的外拳 是因为 他都一拳 这样一拳是老了 就是七十几岁要抵抵抵抵抵抵抵抗 他希望 他小孩都不吃了 他小孩都不吃了 他小孩做了多少什么 我现在几岁 你叫我盯上 我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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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一个年纪五年 在欧洲 就是 保留前天照的一个 商品 就是用五借就好了 他跟我说 那一米平方 那是 三千五千 那我听到 这个瘦的 我刷子 就说 一米平方 就可以到三千五千 那 这个瘦的 你看看 他有过度 你看看 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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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我老成功 放四五年 才不怕三千五千 所以我现在 那些文章 我也做一个文章 去新青转 听说三千五千 好恶是 可能 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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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那我们在某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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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去參與,就要去慶祝 這是我個人就說的 也有很多人 剛才大家有很多選擇 還在記憶成功 那是因為你感情 你健在一個程度 你覺得他要好存在 你一定要有創新的 甚至你客戶要求 所以他生產這個故事 最多的地方 他都賠償了 那就是因為過去的角色 就是在消化工廟的 B值至C值的戰略 你工廟做外資 或是做生產這個事 就一定有一些打掉的問題 所以不怕是壞的 不是他博弈的作用 是因為他沒有負責 聽這個人的電影 我報紙一下就是 因為他有過程 他在市民上是有過程的價錢 還是他如果打掉的話 就有可能是用 不跟人生的那些價錢 都要拿出來 我們就是有這個空間 我們拿他的問題出來 然後 金貝品嚴 然後 我們有各種各種的人拿 就用這個工廟 去給他 五萬塊的人拿去 去測試 我在他那些行業裡面 有辦法變成什麼問題 可能 這個部工廟是 生產的 是要做生產的 但是 他當然又打掉了 我看一看 他變成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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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加上他的鉗 他變成隔音材料 還是說 他變成鉗器裡面 他變成鉗器裡面 他一個鉗器裡面 他一個工廟都沒有 所以千變萬化 一般 如果沒有什麼 感覺 都沒有什麼感覺 說 他才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其實他 他把金貝金 都沒有更多問題 拿更多問題 就是說 現在這個生產 是不在乎 以前喔 我們 對不對 23以前 公平文哲書齁 每年 春年和秋季 他都要來報仕仔洗 都要不是來微博 他才看美年這個世代 流行 他的出色 那個色水 跟它色味 我們台灣 報仕仔他看的美年流行 那個顏色色系 跟它的樣子 其實就這樣看 因為 那時候 台灣平常 我們台灣 他們當然 就是在市場 美國 市的領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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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都有台 但是後面 他分散 生產的基地 之後 外人也離開而已 韓國也超越難了 那時候 我們是 把他們的三項肥 他們的三項肥 那些兩千年 是一項肥 我們跟韓國 本來是相名的 那些兩千年後 我們去中國 我們唱到世界公須的廟 還是韓國 唱到 踏這項世界公須的錢 韓國的保養 去到文化 去到 領域 去到 去到 他 他 去找 韓國風 去做建行 所以 他也附加價值 一項肥 台灣 去 去中國 去唱 最大項肥 但是 價值最大項肥 這就是最大項肥 這就是 一個項肥 我們開始 大家都走不走 但是 為什麼 走不走不走 是因為 跟我們的三項肥 有關鍵 我們是中小企業 我們的資本 都是個源的資本 人家說 韓國這間中原的企業 就敲過我們的 大型企業 運動環境 敲過我們的 行動環境 敲過我們的 現在是中原的 他們在這間中原的 新山山是過條 我們的大型三條 新山山 六條就算大型 我們有很多人 其實是 一條新山山 拆作三間公司 在做 但是 各有千秋 我們 一條新山山 拆作三間公司 也表示說 我們有三層 三條新山山 我們有高中三層 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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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大家 發電視 不能說 相二相敗 但是 結構 結構你的選舉 結構都是 我們過程的選舉 我們現在 市場 過程是在消化專業 但是 現在 現在 那都消失了 這就是剛才 我們高雄的外面 阿三的 讓我分開 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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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現在 不明的是 以前是 不用去找人 現在 你如果要坐牢 幫他戴 你的生意 什麼事 我 我 心裡 心裡 我 還要坐牢 總是 太 寶 雖然 我不是 那樣 我是做寶 我是在 寶石家三樓 裡面 村落的 兩兄 裡面 在做寶 我應該是在二樓 鑽涉 還是 因為一棟大樓的鑽涉 很奇怪 一棟鑽涉 很奇怪 那個 小新 剛才去的時候 他在做聖誕堂 你來 在創禮物 聖誕堂 其實 我們 來三十年的人 當時 在想事情 常常不知道 怎麼去樓 要去看 這樣就是 我自己也會 明明 所以 這個大樓 本身的設計 就是很奇怪 一種 小設計 還有 大家 因為 鑽涉 是 很自信的 東西 差不多 就 我經常說 我們做部 是四驚的行為 台語說四驚 它是很國語 叫做流行 這就是 今天 如果什麼東西 比較流行 還是什麼 比較有告訴 所以 我們 看 你是台語說 差不多 這就是 一個困難 我們 為什麼 三豪 變成今天 二豪 也有很多 是因為 我們2000年 開始 2000年 之前 當年開始 刷屏 還是刷屏 那個 媽媽 那個 那個 生理 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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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咱間 它就是 三天 替門巾下來 消費者 但是 我們的 管理單位 是一間 一間 當年 母音網上說 雖然你還是 肚子 但是替門巾 就是我政府 你怎麼接受 連這些 搖平 之下 所以 做行業就是 先家裡的客人 你的紅腿、牆走、牆走、牆走 都很爸爸 手氣的有這個好處 你的行李絕對不是和人家一個老端子 你就要跟他老端 牆走 好怎麼是這樣 要家人是和我老端 不然你沒頭路 了你又是不敢走 車過去的車 為了去外國車來坐車 我已經很助理了 就跟家裡來開始 等待到時候 豈會十五年 二十年開始 到現在臺灣就有七星咖咖 七星咖咖的內容大部分 都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就是台北市 臺灣現在法庭最好的 臺灣最重要是火車都高級 所以房地產 所以臺灣就一種一種 都在加斯類加工 我們一個小小的地方可以 看出一個國家的經濟脈絡 到底現在是什麼 這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大家都不懂得去做什麼 個人都在求有存在 但是 你可以做的就只有我剛才說 請你看這裡 我可以看的距離只有十公分 你要想什麼 我知道 我就要想辦法 創作一個平台 我可以帶人什麼 大家的意義都會讓我帶來 我最大的最高的是 八十七 八十五 對 他們老伯在顧著 另外一陣子 幫她 去 媽媽 她那個母親的是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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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人意外在大選 我們怎麼跟人家說 只好請她來看看 怎麼他都要做 所以我創造了一個市集 一個創意式 一個創客式起 也跟官團局合作 今年做三年 想要一個人在擺擺上一首 風平不錯 所以我每年 就跟台北齊政府委委員長的 他的國務長 可以在那裏做一個台北齊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要向他團統和歐蜂的節奏 這也是一種不同的 也做不到的事情 雖然我本來就要做什麼才好 我那種端母的婆婆已經問 我一個公司的人 問台灣人跟爸爸跟媽媽 只要有在外交婆 差不多就我來出門 但是我出了一個老闆 新的健康前 沒有老闆健康前 都會開笑打他 你倆家戒情就很小 所以我自己 把你的宿航外面 我不是穿的宿航 我自己的未來 我再去拿幾個母親的宿航 你在後面 不知道會出門 因為市政府 現在的走法都是 收一個單位之後 用磚包的方式 他不需要想要用磚包 所以這個四老的同甘 我也在環境未來 甚至慶祭等待一間 對 要保護的公司 或是等待一間什麼三條 他就 我要完成了 我可以一年生 對百萬高市政府的改革 高市政府的 市政府的市政府 市政府的市政府的市政府 所以我就 也要因為 這樣 再去湊一個 商圈發的結會 未來就要制衡 對 是不是他的甘露所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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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為 年輕的時候齁 單車會用的地下紅鮪電台 最後 又去小燥電台 nine Maggie Zalara computers 就開始於這種社會文革的信念裡面 那個hat then spool工開始在罵上 那內有機會再拿 hier 所以 這邊就走來 就是因為肥骨的那種情形在裡面 做團統三條裡面也比較白不一樣 白人是想賺錢的 我們想看一看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改革 我個人其實有一個讀書會 我記得也有董事在這裡 我們的讀書會有十幾年了 現在每一百的拜祢都在我 我會走在台語文的小學 我會走在台語文 不是像現在來要讀台語文 台語文可以做公文書序 那是主委員 他都會破壞 我們在台語文是他來做公文書序 他說利用這些寫會去監獄 會去寫授授 那寫不授 他講到這裡 我補充一下 如果你到大道城看那個市集 有賣魔術以及腰帶跟直升機的 那是給人弄的 有文創跟職人的 那是會場弄的 兩個是不一樣的 一個比較夜市的市集 那是比較高質感的市集 幫忙廣告一下 還有一段時間嗎 什麼時候 沒有人 沒有人 那之後還會再辦 好 那因為時間上 就是本來有準備集體 是怕說 那個 就大家比較 比較沒有要問問題 想說把問題稍微聚焦 不過我想就是 現場還是開放給大家 一次三個問題 然後 我們就 就來隨意回答這樣 看是誰回答 你們要指定也可以 或者是大家可以回答都可以 那 就講到現在目前為止 大家有沒有對 就是 我們在做的事情 還有有沒有病事 有沒有一些想法 有想要問的問題 這樣子 三個 一位 其實我是 台北人 然後 大概有在想 大概一個月 至少去兩次 三十幾年 那因為 我本身在實踐 規定也四十幾年 所以我學生都推進到那裡 所以那個 補翁那個 我都說 那些 老闆家 都在那裡 但是 我現在是有一個質疑 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擁熱市場 剛剛談那麼多 它是建築結構 空間的理會 那為什麼它跟那個 南北貨又不一樣 這個要去思考這些問題 那 最近因為 我常常就是也開始在走 三峽 南部 南南 那 在三十年前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大概 第一次 我們跟武馬尼辦了一個 盆兵主人的 就是新莊 新莊 跟 就是 樹林這一代 盆兵主人 就是一個 台北盆地的外圍 這個 剛好 剛好這個 永樂市場 那個大道城 剛好是在這 盆子裡面的邊緣 剛好是核道的關係 所以 這個有整個 產業界 你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常常講說 日本 它的衝生島 它不會因為 因為就是 進步啊那樣子 它的布的東西 一個沒落的 它的氣法也沒有沒落 這是我比較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還有說 剛剛講到流行性的東西 那其實我在義大利米蘭 住了十年 我是本身在那邊做食尚 你要知道 米蘭的食尚是 當時是在華國 在1980年的時候 它是輸於華國的 後來它成立了一個 就是一個所謂好萊塢運動 就是把所謂的好萊塢倪心呢 進到米蘭以後呢 參加食尚 然後找導演拍電影 導演拍電影呢 要拍子要服裝戲服 戲服的時候呢 就請Armani 這件服裝設計師 設計這件服裝 設計好以後 就開始變妖眼的時候 就開始推 他們的秀的服裝 就推這系列了 是整個文化工業的一個 一個在推動 那台灣現在呢 可以做的就是 因為在我記得當時 我有在 當UIS那個就是 洞化處它就是 動的時候 我們有找林牆嘛 我們做的影音 還有這邊學部的結結合 我是希望說 透過這個東西 未來是要 不只只是部的問題 而是你整個一個 這個空間裡面的活化 你要 譬如說它如果是一個 電影的時候 它如果它可以找到一個 很好的設計師 去做這樣的一個 去推銷的時候 就很獨立 像今年的 我們實踐的服裝系 就是到德國去參加 用媽祖 媽祖落盡的服裝 媽祖八架這樣的衣服 的秀 這個都一直在國際都看到 那我覺得是說 這個問題就是 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主導 所有的東西 因為我這七年來 這七年來我幾乎都在杭州 杭州台北這邊跑 那我也去看看 那個部 事實上你現在才有 找到真的好的部 真的是 你有機會在中國的找不到 以前在台灣有很好的 就是說在樹林的時候 因為它外銷的部 剩下的剩部 香港 東南亞的人 都要來台灣找部 那現在這所有的工廠 都外移了以後 但我是覺得都無所謂 只要你能把符號 就是出體系的符號出來以後 譬如說我們的藍藍 藍藍跟它的 它不是只有藍藍 它還有很多的 譬如說如果用野薑花 這個植物檔的時候 我們透過一個特色 國際沒有的時候 再湊合這個時候 圓梯布的時候 在這邊就可以再做整合了 那這個整合以後 你的主理其實出來的時候 很多設計師 因為我現在就很難猶豫 就是說 你今天在大澳城 在辦這個所有的小確幸的活動 我覺得一個送菸 再一個華山 再一個 等一次 我看全台灣幾乎是華山的布置版 這個實際上是跟產業是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最難猶豫 就是文化這個比例 就是說如何回到在地的記憶的東西 這個比較重要 那我是覺得很簡單 反正這邊如果說你如何 跟就是說你這邊的布 有熱市場的布 那其實它上面的 所有的二樓三樓這邊 就是尤其三樓這邊 它所有的這些裁縫師 因為我基本上 基本上我的窗簾都是在那邊做的 但是我都先找混搭的布料去做 那最後就是說你有很多的 它的裁縫師裡面 有可以做提供給就是學校 大專院校的設計系的 做一個就是一個設計影 或什麼一個所謂的技術性的傳承的布置 這個我是覺得現在是大學生 也基本上它的概念來源就是設計雜誌 買一本一百塊 五百塊一千塊 然後看一看案就拿去給它 你知道就要這樣做 而沒有忽略了它的所有的實際的攻防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 那另外一個 其實在有熱市場那邊 另外就是在大道坡那邊 還有一個也是 他們家族也是做統一機的 也是面臨這個問題 台灣以前是外銷補一機的時候 也是世界有名的 現在已經也是被中國大陸吃了 那我是覺得 他們也在思考做一種轉化 那我是覺得說如何 就是說其實這個大家有看覺醒是對的 但是如何盡量再避免去用辦活動的概念 我覺得這件事情 像剛剛提到說那個布 布去做種植這些東西 那個是一個發想 你再過來就布置了 我覺得那是 你那個就是所謂的公法 再過來 但是那個概念 創意那個概念 是無效的 這也是我們現在台灣的問題就在這裡 結果人家做了一個概念以後 你說我買一下 很簡單 其實也是一樣 你看最早的時候是實踐的一個老師 他是用種子跟子去做那個所謂的核子 這個就是布的 他後來是轉換成布 那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很好 那我是覺得是我能就說產業 就是說其實我認識他一直很奇怪 就是說他 我記得這五年喔 他就是還是在那邊悶在一起 包括選舉也是悶在那裡面喔 有時候我去的時候他們就講 哎呀姚文姿都不來看了幹嘛 那我覺得很奇怪 那就是這個東西 到現在 林化街這邊 也是整個都坐在佛洛的時候 我是覺得如何把它帶進去 OK 對 對 不好意思 發揮時間的他會不會這樣 好 好 我覺得剛剛你有講到說不要光光畫 可是好像我這樣聽下來 你又在搞光光畫 為什麼我們來看大稻埕 我們先把時空想到大稻埕的光榮 在19世紀的時候 大稻埕旁邊有惠德洋行 有德國洋行 有美國洋行 其實他是整個商圈有茶還有戶堂 可是現在我們來看 大稻埕我常常去 很多文青去那邊喝 逛山店 然後在小海城旁邊要喝醬汁茶 然後去什麼里邊錄的那個戲管看一下戲 然後他看完之後 其實他跟這個產業鏈是沒有關係的 那如何去營造一個大稻埕過去的光圍 我想他可能是一個整體性的設計 可是現在我想問會長就是說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大概到六點之後 那大稻埕就 我會問會知道 他們說在什麼 七點 他們說在大廚店 他們習慣了 最七點就都沒有心理行做 你知道嗎 最有膝蓋到六點七點 所以這個問題 也是一種習慣 你也要把它尊重 就是說 過去那個環化 是走在哪裡 那不是一個部門的問題 這是一個部門第一項 跟一些這個 這個南北的這個十片 這東西可以把它吹起來 我想說 那是一個很大的功夫 就是說 我們常常對過去的文化 是不是很重 不是說去那邊喝茶 不是說去那邊喝茶 那邊喝茶 我想說那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說這個問題 你來做的時候 是很辛苦 但是這個又需要另外 又順口 不好意思 我說太多 我就說大廚店 那幾點都 大家好 其實我其實只有一些想法 對於物料跟食物的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我剛才也很認同 剛剛老師那個說法 就是說 不 我覺得應該永樂要先找 永樂這個地方 其實應該要先找到 當初為什麼會把這些物料 集中在這邊的那個歷史 也就是說為什麼會有一群部 集中在這個市場裡面 為什麼會有拿鐵或集中在這條街上面 為什麼會有中藥財集中在這條路上面 我覺得那還是最重要的一個歷史 然後它也會回到每個人身上的價值 也就是說其實大家身上都穿著一件衣服 可是大家其實都要想像說 這個衣服 如何從 我們為什麼會再回到 大道城邊還有一個歷史的記憶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需要主動去處理的 也就是說永樂市場本身 它的自己的商場或是商家 它本身就要向外去出擊說 我直接介入一個 流行文化產業的發展 我直接介入了一個 學校體系的教育型態 我覺得那會比較直接於 培養下一代對這件事情有認同的人 或是對這些材料有想法 我覺得那會比較多於就是 藉由政府一個比較被動的 想要推出學生去 介入一個什麼 技術方面嗎 或者說介入一個技術層面的一種價值 而反而直接有一個商圈 我去發我去思考我到底有什麼 怎麼樣的東西去跟外面交換 比方說我去找10件 10件服裝身體系的學生說 我這邊有這些這些這些 比方說我有刺繡 我有帶工的一些很好的 提供的東西 那我可以告訴學生 我有這些東西 我可以提供給你們 那你們要不要來這邊 學習 意用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由永樂的這個商圈的狀態 去提供這樣的服務 要舉動的去提供那個服務 而不是讓人家去找到那個服務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比較 會有一些解號的方法 問題都很好 就是我大概把它稍微濃縮一下 一個是關於現在 部的種類的問題 然後現在部市的這個 居落的發展到現在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過去 永樂部市跟這個學術機構 學校這邊接觸的這個過程 還有我們其實在談的一些 未來的一些想法的部分 那我們就請會長的Casey 你來針對這個部分來回答一下 謝謝 剛剛 簡短一點 剛剛我們在講 不 照理講 不應該會 會不見 會斷 會消失了 那其實是 站在國化的場地 應該是這樣 台灣的部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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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善才行善 台灣的這個部門 這個行業 裡面 今天就不可以有文化三星數 你去問所有種類 要不要去吃 你只知道 他在這個行業裡面的行業 他不知道 他在這個行業 進捷的行業 他只知道 他在這個地方 他在哪裡 那天是 現副是什麼 未來 怎麼會 他不知道 這個地方 那個50名 到100年前 知名是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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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 知名是什麼樣的人 在這裡發展 他不是很清楚 我也是 為了找大家 一個議員 之後 自己去除了 去找 自己終於 我知道 那個過程 所以我們未來就說每一個業 每一個想要到後面又有知道要怎麼發展 應該要去找那個國內 剛才說我們教一些相關科學 為什麼有辦法結合 不是我們有辦法結合 過去我們的關係一向就是 或是體育的土來找人 債夫改觀性會很變 自故意而起 不是現在 自開始有加工就是這樣 所以這邊要反轉 要有空間 我也在想 這個空間你說 它是怎麼走進來 二樓做土的 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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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平三平 齁 知名化一千五百平 因為它輝煌的過去 我騎那間我三樓做企業 我一間店名也是三樓 你四樓 我知名店的家是一個七千萬 那因為那是大樓頂的一個所謂 那現在有嗎 當然沒有 沒有事情 我又在家所以我監獄 不要這樣 我坐這三樓 管理專家 又看到六歲也有八萬元 阿生又怎麼進來 所以我也有這時刻 我未來 未來 未來如果正經 他不要改總 我最高興 我三樓改總新的改油市場區 我做一些變化 我希望應進三條二樓 我把相關工業 但公司都要集中在這裡 我應進 學生的我可以免費提供 十個大樓 不肯定 台北市場 像剛才的 肩膀的 雙手 還是什麼 讓你簽約三樓 還是五樓 讓你這麼聰明 我有想要做 問題是第一 香港人要選 第二 我有裁刀 拜託市政府 我會 嘿嘿嘿 你這個肥肉要彈出來 對 很多人要唱 為什麼不可以拜託 他才經營才 他是經營做社會運動 這才叫做社會運動 我現在在工程 在拜託 就要跟黑道的 尤其平均 這樣 你不是在那邊 對嗎 對嗎 未來還要到後來百瓶 所以 工作 有時候 但是 現實人也要考 要考百度 要考不做 以前要考百度 這是 簡單回答 大家 如果有興趣 或是又 又比較積極的 反應 你來講清楚 謝謝 我大概 問一下 就是說 其實在過去 其實在過去 我們在討論說 永樂布斯卡未來的一個願景 我們就有在思考說 現在四樓 因為三樓 再裝潢的關係 搬到四樓 那四樓 裝潢完之後四樓 過去的四樓是什麼 是做那個美食街 那我們其實訪談的時候 也有發現說 四樓 二樓是賣布的 很多的布商 三樓是定製拆封 然後四樓是堂堂水水 其實 有時候老鼠 半夜就會來發 來弄 還有就是 就是從天花板掉下來之類的 反正就是 弄的這個環境狀況 就不是很OK 那四樓現在空掉的時候 也有耳聞 有這種 什麼 要做 鋁色 背包鋁墊 然後 噢 也越來越少 那我們也有在思考說 這種大樓 它既然有這樣子的 也這種群聚的 這種產業聚落 而且是 可能有稍微上下 有關相關的 有沒有可能 有一些副料 也進來到四樓 或甚至說 有沒有其他可能 比如說可能 他們之前也有提過 那 是不是能夠在空間上 來讓這種服裝設計 走秀 或者是 因為他們可能 比如說來這邊 要做一些 我們曾經 就在三樓的一個廁所旁邊 看到幾個同學 跪在地上 在畫線 然後我就有特別拍照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現在連一個空間 給他去買下來的布 讓他好好的做一個作業 可能都沒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他們要蹲在廁所旁邊 來去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其實也許都是在空間上面 可以去改善的一些方向 那妳想到這個嗎 好 那 因為這邊我們有比較代表產業 跟業 那我其實比較想簡單的講 其實我會比較喜歡 從庫克和一般人角度看 那我會覺得就是 其實剛剛提了 我們是不是 就是 如果我們不是回到以前 就是叫現在所有的人 那我們每年都去定製創業 定製什麼的時候 那 我們其實現在那個產業裡面 手作者或是定製者或是 他應該加上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接下來 可以思考的 就是 他其實應該是現在的樣貌 就是本身的技術是具備的 但是為了如果現在 比如說電影產業 或是COSPAYS文化 或者是其他類似的手作 他能不能A加B加起來之後 他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價值 那這個東西成出來的 其實這樣一般人可以看到的話 他可以慢慢的可以讓他知道 他會怎麼用的 就是他也許不是變成以前的 大家都要做美妝的 他也許其實可以變成新的 比如說 大家都是所謂的製造者 那他能不能加上 所以我們就可以產生新的 就是一再可能我們還沒有 很完整的文化脈絡底下 那我們能不能用民間的力量 就是去做這個 演練生 就是我的想法 好 好 因為應該時間的關係 已經究竟四十分了 那如果說 各位夥伴就是 還有一些什麼問題 想要問的話 那這邊是 可以到幾點 十二點是不是 兩點 那就是都很歡迎 就是會後 之後 然後我們再多次討論 那當然 因為時間非常的有限 沒有辦法好好的把 永樂故事我們的 所見所聞 中間看到的各種東西 然後在這個 一致的想做呢 就很完整的呈現 那不過呢 這個房調才剛開始 我們現在 這邊也要特別特別強調一下 我們其實這一階段 是針對三樓的 定制裁縫職人 打算把這個概念先抽出來 特別去探討 定制裁縫職人的部分 然後在下一個階段 可能我們才會去針對 二樓的護傷的部分 然後去看 就是因為它這個 我們其實 光處理三樓 最近花了半年時間 那它真的是要花很多的 這個時間跟人力去 進行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產業的一個房調 那再次謝謝這個 各位朋友 今天來到這邊 來聽我們那個 永樂的這個房調的一個分享 那也歡迎會後 來我們大家就是 如果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會後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一次這個討論 好 謝謝各位